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篇路透社对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报道 她的题目是《内卫对抗中国的领袖》 路透社在这个时候专门写一篇文章 来向英文世界的读者介绍蔡英文总统的生平 她是如何从一名学者成为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她跨越了哪些障碍,也遭遇到了很多的失败 但是最终她改变了自己 成功的获取了台湾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成为了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那在这个时候写这样一篇文章 我觉得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这个标题里 《内卫对抗中国的领袖》 因为这样的领袖太少了 太少太少了 那我想世界过去 你可以说这些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她被共产中国所欺骗 她真的相信了共产中国声称的那一套 什么和平崛起 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想过去的确有很多人被她所欺骗 但是现在我想更多的世界领导人 并不是被她所欺骗 而是缺乏勇气 缺乏勇气 你像连杜鲁多这样的人 她都能说出来说中国是在玩弄这个世界各国 就是分而治之嘛 连杜鲁多都能说得出这样的话 但是杜鲁多是怎么做的呢 到现在在加拿大 华为5G还没有被禁 到现在加拿大还没有禁华为5G 那这个说的跟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不敢 就是缺乏勇气 你像路透社这篇报道出来之后 有一位学者 他就非常感慨的就在说 台湾离共产中国这么的近 那蔡英文总统却有这样的勇气 来对抗共产中国 那欧洲离共产中国 在地理上正伟的遥远 但是欧洲某些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的勇气 却恐怕只有蔡英文总统的一点点 只有蔡英文总统的一点点的勇气 就是全世界都在面临这么一个 很悲哀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那为什么蔡英文总统她可以 她为什么如此的特别 那我会把这篇报道链接在我描述栏里 但是我接下来说的很多内容 它也不是这个报道的内容 因为它是给西方的英文世界读者 介绍蔡英文总统 所以对于台湾的朋友来说 很多内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接下来说的很多 是我个人的这个理解 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就是蔡英文总统这个人 我觉得她真的是实事造英雄 实事造英雄 就是说她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 她也不是一个天生的总统 她应该说是一个天生的学者 但是呢 她无论是为了她身上的这个责任 为了台湾的未来 为了台湾的前途 她是很努力的改变了自己 她改变了自己很多很多的方面 她才成功的成为了一名政治家 成功的成为了一名台湾非常优秀的政治上的领袖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说实事造英雄 没有这样一个对台湾来说 这个充满危机和挑战 这个但是也充满机遇的这样一个时代 我想也不会有蔡英文总统站出来 那蔡英文总统这种性格 你从她过去 她选择这个法律 作为她的职业道路 你都看得出来 蔡英文总统 她一直都是在去 为了责任 去勉强自己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像就说她的家族 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一个家族 也有很多产业 那蔡总统的父亲呢 就觉得说 那这个家族总要有一个学法律的 这个总要有这么一个自己人 这个可靠的人 是在法律上面 为这个家族提供帮助 那结果呢 蔡总统她的这个兄长和姐姐们 就没人从事法律 那结果这个蔡总统的父亲 就去跟蔡总统去谈 就说那你看 没人学法律 那你能不能学法律 那蔡总统就答应了 尽管这不是她的兴趣爱好之所在 那蔡总统她是喜欢考古啊 历史啊文学啊 这是蔡总统的兴趣爱好 但是她为了家族 为了她的父亲 也就答应了 那答应了之后 她一路还真的是 就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那她是考上台大的法律系 那毕业之后又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念硕士 那后来呢 又到这个伦敦政卿学院 去念博士 她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可以一路念到法律的博士毕业 真的很了不起 那但是她也很痛苦 她就曾经说过说 曾经想一把火把她的博士论文烧掉 想一把火把博士论文烧掉 那她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 就是说她 她尽管这么痛苦 她也仍然这么勉强自己去做到了这种 哪怕是很喜欢法律的人都未见得能够做到的 这样的世界名校的博士的毕业 那她后来回到台湾 也做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立政治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但是后来呢 她这个机缘巧合 她是本来呢 去做这个谈判上的这个翻译 这个台湾她的一些这个经贸谈判上的翻译 那是因为她的这个优秀 也后来也慢慢的就变成这个 去专门的在法律上面 去做这个协助谈判上的这样的人 后来也慢慢的从事政治 那你说政治是不是蔡英文的兴趣所在 也不是 也不是 那你从有一点就看得出来 就是我看到她说 她这个在上康奈尔大学的时候 就是说她在上硕士的时候 她才开始思考这个台湾的前途 因为当时是她的老师 问了她一个问题 那她的这个老师问她说 你从哪来呀 就从台湾来 说那你台湾将来跟中国怎么办 说蔡英文就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没有答案 因为她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你说蔡英文总统 她在读硕士之前 你想在读硕士之前 从来没有思考过台湾的前途 可见得她对于政治 也不是很有兴趣的一个人 那但是呢 当她就说被问到这个问题之后 她就很认真 她就去看台湾的历史 去看这些党外的杂志 她认真地想给自己找一个答案 那她的这种认真 她的这种负责任 我想在整个她后来的政治生涯中 我想都能够得到体现 就是她不管喜不喜欢的事情 她都很努力地做到最好 这就是她自己说的 这就是蔡英文 安静地去来证明自己 但是当然安静地证明自己 在政治上面是行不通的 在政治上 没有人 你安静地证明自己 你就证明不了自己 就人们不会认可你 你安静是不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她的幕僚 很多人认为她后来 就说在政治上的一些失败 实际上是因为她 没有办法 这个激发 她的这个支持者的这个热情 因为她是一个 就说走路 都要贴着这个墙角走的一个人 就按照我们中国的北方人的 就是这种说法 就是六墙根 六墙根的这么一个人 你说这样的一个人 要安静地证明自己的一个人 她在政治上是多么的吃亏 她真的是很吃亏 当然她后来她都改变了自己 你像后来她的这个 原来的大学的同学 看到她在这个造势场合 她跟这个民众之间的互动 都非常非常惊讶 觉得说她就是蔡英国文 突然之间她怎么成为了一个 这样可以去激发民众的热情的 这样的一个人了 那当然她在政治上面的这种 这个不熟练 这个没有天分 她当然不只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你包括她的一种天真 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个新闻说 她刚做这个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 她跟记者聊天的时候 可能说了一些 就是说不适合上报纸的一些话 她就会叮嘱记者说 那我跟你说的这些事情 你不要报 就是你不要报道 那隔天 就是通常就能在报纸上就见到 你说 你跟记者说 不要报道 我就觉得就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 但是不得不说 还蛮天真 还蛮天真 这就是蔡英文总统 她真的 我想她在很多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吃过很多的亏 跌过很多的脚 做出过很多很多的改变 就恐怕不止我这边提到的这些 那当然 就是说 我想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 就是说 她是这样的一个温和的 沉稳的这样的一个人 但她却被称为辣台妹 实话讲 我觉得 就是我很难想象 蔡英文总统被称为辣台妹 就是她跟 就是说这个辣台妹的这一种 让人能联想到的意象 真的差很多 但是她为什么被称为辣台妹呢 就是2019年1月的时候 习近平说 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 那蔡英文总统就直接 就是说 这个台湾人民 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 就直接给她呛回去 因为这个事情 蔡英文总统就被称为辣台妹 那包括在这个整个 就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 就是这样的一个 给台湾人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警惕 那你像香港人 他曾经也在大选的时候 就是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候 直接就就是去台湾 去支持蔡英文总统 包括他们举着牌子 去告诉台湾人说 就是说我们香港 只能为你们 就是说示范一次 只能为你们 只能让你们看一次 就是说一国两制 这种谎言 就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就整个这些 他当然都对蔡英文总统 他第二任的连任 都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包括我现在都记得 就是当时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胜选的时候 那个照片 就是说蔡英文总统 和他的这个 就是说其他人 一块向这个民众鞠躬的时候 整个这个背景中 最中央就是一个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 那就是说这些 都在这个 都被路透社的这个报道中 他都提到 那而且路透社的这个报道里面 他来专门对比了 习近平和蔡英文 他们的差别 他们因为他们是同代人 其实我觉得很难想象 蔡英文总统跟习近平是同代人 但是呢 蔡英文总统是1956年出生 习近平是1953年出生 但是呢 他们的形象是天差地别 那蔡英文总统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亲民的 他就是这个可以跟民众打成一片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你像蔡英文总统 他在街头去拥抱他的支持者 他也很少去拒绝 这个支持者跟他要求去自拍的这些要求 那他也常常抱着他的猫猫狗狗出镜 那包括他也经常用这个社交媒体 跟民众沟通 那他在私下里 那很多人也认为 他是一个非常风趣 幽默的 这个非常平易近人的这样的一个人 而习近平呢 他是一个猴二代 那他离了稿子 他就不会说话了 他只会按照稿子说话 只会去这些被严密的安排过的 这个周围全都是 这个被安排好的人的这种场合 那我想更重要的 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蔡英文总统 他是一个会为了台湾 为了他身上的责任 去改变自己的人 无论是说 从一个走路六强根的一个人 去站到这个媒体的这个焦点 还是说 从一个会相信说 记者说 你不要写 去变成一个知道 怎么去跟媒体 去跟这些政治上的一些 不那么单纯 不那么简单的事情 去打交道 包括他从一名 就是说是 讲话慢条斯理 好像不是特别有激情的一个人 他怎么学会 去跟他的民众互动 怎么去跟他的支持者互动 去点燃支持者的热情 他做出这种 这么多的这种改变 这一切都是为了台湾 蔡英文总统是一个 为了台湾会改变自己的人 无论这种改变是多么的痛苦 对于他这个年龄 他这个时代的人 是多么的痛苦 但是呢 习近平是个什么样的人 习近平是一个 会为了自己的野心 会为了自己的 这个想象中的中国梦 去把中国 去带向深渊的 这样的一个人 习近平是一个 为了自己的皇帝梦 为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万国来朝 这样的一个皇帝梦 而把中国拖入深渊的 这样的一个人 我想这才是 蔡英文总统和习近平 最大的一个差别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 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